老徐 你看看 你看看 你说去公道话 这怎么是次品呢 你看看 谁说不是呢 这不都怪你运气不好 当场让叶副总 载着小辫子了吗 走吧 我没有什么小辫子 我 我这都是上等的好货 你要不相信我再给你看看 何老板 来 你说这 我拿给你看 你看 这可都是好货呀 怎么能是次品呢 你说说看啊 你要是不相信 我马上每一箱都拆给你看 你不相信 来 我这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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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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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你 我还能不相信你吗 你看看 这么好的东西 这不都糟蹋了吗 这都拆了 要不这样 你拿到盛昌去问问看 把货都卖给他们 反正他们呢 还会再卖给我这里的 这样啊 让盛昌在我这儿挣一层皮 过来 我告诉你啊 盛昌卖给郑基的货啊 价钱都很高的 说都是好东西 可是我看不见的 但是他们懂得 懂得跟上面 跟上面的人做生意啊 所以啊 才能拿到手 这么好的价钱 谢谢你啊 老许 哪里哪里 我跟你说 这些上等货 全都给退回来了 你说我怎么办 你知道我那仓库也不行 这些东西我存不住啊 哎呀 不要紧 货囤着就实本 你都卖给盛昌 留点现金在手上 这么着吧 何老板 我帮你收拾起来 好 我们一起看看 谢谢老许 来 来 来 怎么样了 我把所有的货 都便宜卖给了盛昌 他们态度很强硬 愿意吃下我所有的货 但是价钱很勉强 扣掉成本真的赚不了多少啊 连过日子都很难哪 这 这盛业还怎么做呀 走一步算一步吧 孩子们呢 孝君和小姐带家祥出去散步了 对了 我要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怎么了 大家都到齐了 我有话要说 我 有件事情本来不想说 可是一直瞒着也不是个办法 所以今天 等大家都到齐的时候 我特地要说清楚 小军小姐 我打听到你们爸爸的消息了 我爸爸在哪里啊 我爸爸呢 还知不知道我们来找他 你们先别激动 听我说 你们爸爸他 大夫 该说的还是要说 我相信小军和小杰 他们能够承受得住 为什么说我们能承受得住 我爸爸他怎么了 虽然你们很思念爸爸 但是你们对爸爸的印象一点都没有了 对不对 其实你们所思念的爸爸 只是你们想象出来的 他可能跟你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就算是真的见了面 也不一定是原先你们所期望的那样 一定幸福快乐呀 我相信我爸爸和我们想象的是一样的 嗯 如果遇到他 我一定认得他 因为我看过爸爸的照片 好 这些都不重要了 因为 因为小军小杰 你们爸爸 他死了 啊 尤其知名的 他们还没说 这些都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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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别什么 最后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不要再想了 这一切都是迫不得已 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我什么时候后悔了 郑家这样对我 我是不会把小君和小杰 这样好的孩子还给他们的 没错 小君和小杰都是好孩子 怎么能让郑家那种财大气粗的环境 给污染了呢 我大听清楚了 郑世贤这家伙 真是对小君小杰姐弟俩 无情无义啊 他早就另娶有钱人家的千金 还生了个女儿 那个少奶奶 是个很能干的女人 郑家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是他在管 郑世贤什么都听他的 还特别疼爱那个女儿 我看他根本早就忘了高叔华母子了 这种负心还最可恨 他不配做小君和小杰的父亲 郑家诺到了家业 就是没有男丁可以继承 这郑家少奶奶啊 似乎从前哪出过意外 所以无法再生育了 现在郑家到处在找这个孙子 就是为了继承香火 真是太自私了 香火中断 就是郑世贤抛弃妻子的报应 要是让小君和小杰知道 他们的爸爸其实并不思念他们 他们一定会很难过的 没有什么 比美梦破碎更残忍了 还是让他们不要知道比较好 这样我们就有机会收养小君和小杰了 让小君嫁给家乡 咱们家可就热闹了 小杰是郑家唯一的孙子 虽然我不对郑家的财产抱什么幻想 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 我们收养了小杰 有了这层关系 将来就可以拿来对付郑家 对 要是有一天小君长大了 我们再考虑跟他说出真相 那时啊他已是家乡的妻子了 他也不会怪我们了 我们和郑家成了亲家 到了家乡这一带 也可以继续繁荣下去 雅芸 你会不会看不起我 看我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怎么会呢 你也是为了这个家 家乡的病把你拖累得够惨的了 老天爷把小君和小杰送给我们 或许就是让他们来救我们 小君 小杰 你们就别再哭了 爸爸死了 我们没有家了 我们变成孤儿了 那也没有关系啊 以后你们就把这里 当成自己的家 我的爸爸妈妈 就是你们的爸爸妈妈 我会像亲大哥一样 照顾你们的 那不一样 妈妈临终前 跟我说过 一定要让我们找到爸爸 爸爸 爸爸的家才是我们的家 可是爸爸死了 我们连妈妈最后的心愿 都没法达成了 爸爸 妈妈 你们为什么没有带我一起去啊 为什么要把我们扔下啊 为什么 妈妈 看不着 都喝不着 来 来 如萍啊 我们去睡觉吧 好不好 不要 不要 我就是要等爸爸忙 如萍乖了 爸爸有事情要忙 不要吵爸爸 不要 不要 我就是要等爸爸忙 如萍 爸爸 来 乖女儿爸爸抱 她今天学了一首歌 非要唱给你听了才肯去睡 小宝贝 会了一首什么歌 小星星 小星星啊 爸爸也会啊 爸爸给你伴奏好不好 好 好 来 来 爸爸拿口琴 小星星 一闪一闪亮晶晶 满天都是小星星 一闪亮晶晶 满在天上放光明 好想许多小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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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交代我的愿望 我没办法达成了 你能告诉我 将来我跟小姐 一闪亮晶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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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彧 你不能 audio 多小姐 我其实真的像金舞 我能参导几乎 你不需要 我能不必须 我看了一本心理学方面的书 上面说 越是得不到父爱的孩子 就越是依恋父亲 如凭之所以会这样 都是因为我太疏忽他了 那小金他们呢 他们 我听伟文说 底下的人已经找遍了 整个厦门 都没有他们的消息 要不要 我发动各地分行的人 帮你去找 再加上各个经理的人脉关系 我相信只要他们还在南方 就一定找得到他们 不要了 该做的我都已经去做了 剩下的 就要靠老天了 为什么 难道你不关心他们了吗 说话是我的妻子 书华是我的妻子 小军他们是我的亲骨肉 我能不关心他们吗 只是 我不想再伤害你了 美方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都忽略你 让你受了很多的委屈 让你受了很多的委屈 厦门那边的事情 就交给伟文来办好了 别人不会说什么的 如果你再插手的话 就会弄得满城风雨 到时候 你的面子往哪儿搁 别人该怎么说我们正前 世信 能听你这么说 我真的是太感动了 没方 这一切我应该感谢你 这么多年来 你为我们正家付出了那么多 又受了我这么多的委屈 你千万别这么说 为了你 我都是心甘情愿的 美方 谢谢 小军 小杰 你们两个吃饭呢 都是你们爱吃的 和妈妈特地为你们煮的 小军 小杰 我知道 你们为了爸爸的事情 心里很难过 但是 人活在这个世上 总要面对现实 你们也应该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啊 是啊 要是你们妈妈知道 就像你们俩这样 他在天上也不会心安哪 伯伯和妈妈对不起 我们真的吃不下 我们要回房间休息 小军 小杰 妈 怎么办 小军和小杰这样 我以后难过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家乡 你跟小军小杰的感情比较好 你好好劝劝他们 安慰他们 让他们慢慢地开心起来 看他们姐弟俩这样 我真过意不去 难道我们能告诉他们事实吗 不行 绝对不行 这事都已经定了 就没有后悔药可以吃了 要不然 我们家什么都完了 我也不想这样 但是政绩 实在是逼得我们走投无路啊 我要想要是 找这样的收入 家里的生计 怎么能够维持得下去呢 苦子 差饮 不是 我会想办法的 刚才小军告诉我 家祥的药快用完了 我们可以少吃一口 但家祥的身子 却是一餐没药都不行啊 我昨天给家祥炖补品 就连之前你留在家里的中药 都给用完了 药品加补品 又是一大笔开销 你放心吧 我会想办法解决的 可是 好了 我们先别说这些了 对了 小军和小杰他们现在怎么样 小军心里好点 表面上已经平静下来了 但我也看得出来 他们心里还是很痛 这么大的事情 放在大人身上都受不了 更何况是两个孩子呢 尤其我看小军 虽然心里很痛 但还强大起精神来 替我做这 替我做那的 我越看 心里就越过意不缺 何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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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军啊 什么事啊 何伯伯 外面有一位客人 说是要找您的 外面有一位客人 我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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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